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头 李宗盛 罗兰 你喜欢你的人生吗 就像刚刚我们所看的戏剧一样 非常感谢我们的喜岸剧团他们拍摄 他们剪辑各方面真的都非常的棒 我们可能不喜欢我们的人生 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你可以设计的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特别如果你来到年迈 比较年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生真的像一场梦 很多事情都回不去了 人生 你可能不喜欢你的人生 如果没有神的介入 没有人会喜欢我们自己的人生 可是因为有神的介入 一切就变得不一样 那一天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降生在小小的马草中的时候 在天空有一个奇妙的异象 很多的天使天君出现 他们在那里唱诗敬拜 然后他们宣告一件事 他们说至高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在地上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神喜欢他的儿女平安 神愿意把平安赐给我们 平安是什么 我们常常喜欢平安平安平安 事实上平安是最大的祝福 平安是什么 平安就是没有事故 没有危险 平稳安全 平安何等好 事实上平安在圣经希伯来文的意思 讲的是 完满 健全 和平 安好 安康 安详 安和 我们感觉一切好的 都在这个平安 这个字里 所以当耶稣他从死里复毁以后 他向门徒显现 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愿你们平安 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 我们碰面 我们喜欢 我们问候 我们都说平安 因为平安这两个字 它蕴含的东西 祝福实在是太大了 只有神介入我们的生活 婚姻家庭工作 我们才会有平安 才会有幸福 才会带来转变 今天圣诞节 我们要分享关于在圣经里面 几位人物 因为神的介入 他们的人生完全改变 这几个人物可能是你熟悉的 可是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他们在当时的心境 他们怎么样经历到神的介入 让我先来讲 这个男人 他的名字是约瑟 是耶稣在肉身的父亲 这个男人我们看见 他跟所有的男人一样 他有梦想 他有期待 他的梦想跟期待是什么 我要成家了 我要成家 成家是象征着 一个人 一个男人 他独立 他长大了 讲到说他负责 我要从一个男孩 变成一个男人了 特别是 他要结婚 他所要娶的女人 是他所认识的 这个女人 可爱的玛丽亚 是温柔 是善良 是孝顺 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爱的约瑟 完美主义的约瑟 他在期待当中 预备自己 他按着自己的计划 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往前 男人最喜欢做计划 所以他也是一步一步地往前 完美的男人 当然要娶完美的女人 可怕的事发生了 那一天从村子里传来 玛丽亚她的未婚妻怀孕了 大家传得沸沸扬扬 玛丽亚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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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 这是怎么传成这样 不是一个媒体的时代 可是全村的 你几乎都知道 玛丽亚怀孕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求证 所以把她约出来 玛丽亚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了 你怎么可以劈腿 那个男人是谁 你知道玛丽亚她的感觉 她很难说什么 她也没有说什么 或许她点点头 或许她说 你不会明白 你也不会相信的 痛苦的折磨 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有什么比戴绿帽子 更叫一个男人蒙羞 特别约瑟 你要知道 她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连上帝都称她是义人 义人 所以她真的经不起 一个完美的人 她经不起失败 她的一生 几乎是人生的胜利主 如今在感情上 这么的重挫 她真的不晓得 她该怎么办 而男人的担当是什么 她决定 我要暗暗地把玛丽亚修了 当断折断 不断折乱 所以为了要让玛丽亚 她不要太难堪 所以她就 不要让玛丽亚觉得太受羞辱 她就决定 私下告诉她就好 一个好男人 有气质 有风度 连分手都要好好地说 就这样子 当她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这很有趣 她思念什么 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怎么样好好分手 这事的时候 神介入了 那一天晚上 主的使者在她的梦中 向她显现 主说 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丽亚来 在这里神很清楚说 你的妻子叫做玛丽亚 不要怕 约瑟怕什么 这个男人怕什么 怕没面子 怕人家说话 怕玛丽亚早就变心了 可是 使者 天使继续对 约瑟说 他说你不要怕 玛丽亚所怀的孕 是从神来的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 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一个神的介入 这个看起来 这个婚约要破碎了 可是神的介入 就带来一个生命的转变 约瑟的态度是什么 当他看见 他经历到神的介入 他选择相信顺服 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醒了 他起来就有尊者 尊者意思是说 他就照着主所说的 他就娶过玛丽亚 从此以后 玛丽亚跟约瑟 他们因着相信顺服 就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 婚姻里 不再有猜忌 夫妻共同选择神 完成神的旨意 这件事情我们看见 一个危机 因为神的介入 带来一个转机 神的介入 使一个怀疑 使那个 看起来 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 可能那个可怕 好像来到一个 一个非常冲突点 一个抉择 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着神的介入 就带来一个神圣的恢复 他们的感情 他们的爱 我相信比以前更坚定 为什么 因为神介入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玛丽亚 玛丽亚像所有的女人一样 就对家庭 对爱情 有梦想 特别是玛丽亚 她有一个未婚夫 人称 神称她是 艺人 艺人是什么 讲到她的负责 她的果敢 她彬彬有礼 而且她是很有创意的 木匠艺术家 可以嫁给这么一个人 大家都说 真的有福气 你好幸福哦 所以她全心全意 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最幸福的新娘 她开始减肥 她开始敷脸 她开始准备新娘礼服 她开始在幻想 她的家以后新家要怎么样布置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 计划就改不上变化 没有人知道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对我们来讲 人生对我们来说 有时候有很大的冲突就在这里 就是不晓得下一刻 本来以为一切都那么的美好 那么的理想 突然之间 什么都改变了 就在那个晚上 睡得好好的 突然之间 房间里面充满了奇特的光芒 在奇特的光芒当中 有一位天使出现 而且对她说了一连串 她不是很明白的话 天使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主与你同在了 玛利亚听了这话 她很害怕 圣经说她很惊慌 她不明白 天使你在讲什么 天使对她说 不要怕 玛利亚不要怕 玛利亚怕什么 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有重大的事发生了 可能跟她有关 而这件事情 在她里面 一种又快乐 又怕受伤害的情绪 很复杂的情绪 在她里面 到底什么事 天使继续说 你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取名叫做 耶稣 她是至高者 神的儿子 那 玛利亚听完 就对天使说 我还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件事呢 对玛利亚来讲 她虽然年轻 可是她却不是无知 关于如何孕育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如何 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一个知识 她不是没有的 所以她不明白 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 天使说 圣灵要领导你 神的能力要硬蔽你 你所生的儿子 要称为神的儿子 天使怕她不相信 所以继续讲 另外一个事情 让她明白 你的表姐 那个老表姐 伊丽莎伯 很老迈了 向来人家给她一个绰号 就是不生孩子的 素来被称为 那个不生育的 可是现在怀孕已经六个月了 天使继续说 出欲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玛利亚说 听完以后 她立刻讲说 她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看见 一个启示 女人常常很容易 很快做决定 有时候男人不明白 女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做决定 这么快刷卡 这么决定就决定 要买这个 要买那个 在这里 有的时候好的决定是好的 快速地做决定是好的 可是有的时候 可能你会很后悔 所以有时候慢一点也是好 但是在这里 关于选择顺服神 这件事 越快越好 当玛利亚她顺服 我们看见 她所要面对的事情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神介入了 因为一切的计划都搅乱 这件事情就传出去 玛利亚怀孕了 玛利亚这个时候是 哑巴吃黄脸 她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这是怎么发生 看起来所有的计划 都打乱了 而且她心中需要预备 我可能会失去这一段 美好的爱情 但是她的想法是 我即使会失去这一段 美好的爱情 我也要让神的旨意计划 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我并不完全明白 天使那天所说的话 所以玛利亚将天使说的话 放在心里是反复思想 弟兄姐妹 当你不明白神的话 神的应许是什么 有的时候你需要放在心里 需要反复思想 等候神的时间 但是玛利亚相信 她心里想 即使我失去 放下不是失去 放下有的时候是 为了得着更美好的 神为着玛利亚 为着一位愿意顺服 神旨意的女子 那天神介入 神进到约瑟的梦境 神让约瑟知道说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神的介入 使这个家庭 使这个婚姻 更加的美满 神要帮助他们两位 要走在神的计划 跟安排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女人的委屈 有时候不是用嘴巴讲的 有时候不是你用嘴巴解释 对方就可以明白 你需要的是神的介入 你在那里流再多眼泪 都没有用 你所需要的是 来到神的面前 神你介入这件事 你介入我的婚姻 你介入我的家庭 你介入我的人际关系 当神介入 误会就会有转机 你的心情是可以被了解的 神可以化争吵 化误会为和谐 所以我们看见 当神介入以后 他们两位 他们的婚姻 没有任何的猜忌 之前因为这件事情 有可能 这一个婚姻 这个爱情就破灭了 但是当神介入 一切都不一样了 你期待你的婚姻家庭 幸福美满 没有猜忌 弟兄姐妹 你需要神的介入 那天我们看见 因为神的介入 所以玛利亚 他得着美好的未来 而且呢 他的心情能够被人了解 让我们再来看 另一群人 那一群牧羊人 就好像今天的上班族一样 每天工作工作工作 为了养家活口 努力地工作 很疲惫 做牛做马 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了 朝九晚五 工作只为工作 工时越来越长 薪水却没见增长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好累啊 可是还要继续做 当他们那么疲累 人疲累 疲累压力 久而久之 我们就失去笑容 在我们中间 许多上班族 你有多久没有笑容 在你里面 你真的还有那个喜悦吗 神奇妙地介入 就在那平凡的夜里 圣经说 忽然 在不立恒之野地 有一群牧羊人 夜间按着羹刺 看守羊群 晚上他们在职业班 可是突然有使者出现了 圣经上说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人就甚惧怕 天使说什么 不要惧怕 弟兄姐妹 我们从圣诞节那几个故事当中 我们看见 我们看这个整理 我们看见 仿佛每次神向人显现 人都会害怕 可是主都说 不要害怕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许我们有太多的恐惧 可是神爱我们 神要我们 不要害怕 未整的婚姻 不要害怕 未整的未来 未整的人生 不要害怕 今天神面对这群牧羊人 主一样说 不要害怕 天使继续说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 大好的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会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这一个婴孩 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突然之间 当这个天使 他宣告完这个信息 告诉牧羊人 救世主已经来了 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 世人的拯救 救世主 带给人类盼望的这一位 已经来了 哇 讲完之后 天兵 有另外一群天兵 加入他们在那里 唱诗赞美 荣耀荣耀归给神 平安平安归给世人 哇 他们就唱诗就赞美 之后天使离开 牧羊人 这些上班族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说 哦 我们往伯利恒去 我们要去看看 刚刚 等一下 捏我一下 捏我一下 掐我一下 刚刚我们 我们 是只有我看到 还是你看到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哦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他们就急忙地 按照神所 天使所指示的地方 他们就去了 就在那里 看见了玛利亚 约瑟 看见了圣婴孩 耶稣 圣经上说 既然看见 他们就把天使的话 讲到我们的救主 关于救主的话 就给传开了 这群牧羊人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神会介入他们的生活 他们也许在人看来 他们非常的平凡 可是弟兄姐妹 神就是拣选了他们 神把耶稣降生 这个伟大的信息 告诉了这群 看起来最平凡的上班族 神的介入 神为什么拣选 这一群上班族 神为什么要介入 因为神 要帮助这一群 人看起来 很平凡的上班族 他们失去了 生命的喜乐 他们每天为着工作 工作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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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受压 在那里 每天甚至不晓得 人生的意义 目标是什么 他们失去了喜乐 人生没有什么可兴奋的 可是神的介入 带给他们喜乐 那天他们听见天使所说的 他们看见天使所 告诉他们 他们看见了 他们的心 那么的兴奋 那么的喜乐 弟兄姐妹 神的介入 帮助我们 从不开心到开心 好多时候我们真的 好难开心起来 看一个电影 喝一个咖啡 去逛逛 去旅游 不见得会帮助我们更开心 你需要的是 如果你觉得你生命中 你越来越忧郁 不论为着你的家庭 你的身体 为着你的工作 你越来越忧郁 你所需要的是 让神介入 神的介入 使一群职场人士 他们开心 他们喜乐 你可以想象 这群牧羊人 像你我一样 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 压力 笑容越来越少 皱纹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开心 生活当中 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兴奋 什么改变了他们 就是神的介入 他们因着神的介入 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虽然他们仍然需要工作 可是圣经让我们 看见他们的改变 他们因为听见天使的话 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 意思是什么 过去他们被工作 抓住抓住 被金钱抓住 可是因为今天他们听见了 他们经历了 你知道神 你知道神的话语 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爱领到我们 真的会帮助我们 过去我们所看重的 不再看重了 也许有的人梦想要红 要做网红 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 不是不行 神会把你的梦想给你 但是更重要的是 神知道你生命当中 最需要的是那个喜乐 是那个平安 所以神介入 神要给你平安 所以当他们去看 耶稣讲的是 他们有一个经历 有一个属灵的经历 之后他们把这事传开 他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 过去 他们为工作 工作 可是今天在他们生命中 有一个更高的呼召 跟目的 我就是要提到 我透过约瑟 玛利亚 牧羊人的事 我要讲到一件事情 神为什么要介入 我们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介入 约瑟 玛利亚 牧羊人 弟兄姐妹 因为 他爱你 他为你的一生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神爱世人 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安排 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 就像约瑟 玛利亚 如果他们 神计划他们成为 耶稣肉身的父母 如果神不介入 这个婚姻就没有了 照着约瑟的想法 早就取消了这个婚姻 如果神不介入 玛利亚一生就会活在 被人指指点点 哑巴吃黄脸 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分辨什么 但是因为神介入 这个婚姻 好像有一个转捩点 神的介入 他们更加的相爱 更加的 彼此有一个连结 不因为误会而分手 这个家庭 在神的爱中 在一个真理的根基里面 更加的稳固 因为神的介入 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群牧羊人 因为神的介入 他们不再活在 单调的生活当中 以前以为 读书的目的 就为了工作 只是 有一个更好的工作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因为神介入 他们明白 工作 养羊 对这群牧羊来说 养羊是我的工作 但是 和别人分享基督的爱 和别人分享 我所看见 我所经历的 是神在我生命中的 执意跟计划 是神更高的呼召 在我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你的工作 都需要神的介入 一切才会翻转 才会幸福 不然照着你个人的 本位主义 你的想法 你很容易做错误 决定 就像约瑟 如果照他自己的想法 结束这个婚姻吧 结束这个婚约吧 照着玛利亚的想法 可能觉得 算了 就这样吧 别误会 就误会吧 两个都活在 那个愁苦当中 照着牧养人的想法 人生不就是工作 就是为了工作 就要吃饭 吃饭也是为了工作 那不就这样子吗 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 不 你的人生不仅止于此 神爱你 为你的人生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弟兄姐妹 神使用他们 神使用他们 神在他们生命当中 有神的旨意 就像神使用牧养人 让他们成为一个分享者 这群工作人员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 我可以成为一个分享的人 我可以把上帝的爱 我个人的经历去分享 把我生命的故事 告诉别人 让别人的生命 也可以得到翻转 他们没有想到 弟兄姐妹 神的接入 他为什么要接入 我再说他爱你 他对你的一生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因为他爱你 所以他要把平安 把喜乐赐给你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给神 在地上平安 神说要归给他的儿女 归给世人 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 你需要被关心 你也值得被爱 上帝爱你 他说他要把平安 把喜乐赐给你 做神的儿女真好 地上的爱 人跟人的关系 常常就是会变来变去 可是唯一永恒不变的 就是神对你的爱 圣奥古斯丁 一个伟大神的仆人 曾经这样说 他说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放着一个空处 而这个空处 只有神自己可以满足 这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有的人常会觉得好无聊 吃而再多的山珍海味 还是觉得好虚空 好落寞 结了婚 本来以为就可以幸福美满 可是还是觉得对方不了解 没有结婚 总是在那里盼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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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希望有一个好的对象 我们里面有一个孤单 好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空处 对我记得你不可能用各样的山珍海味 用各样的方法 让你心里的空处得到满足 除非你让耶稣 他住在你的里面 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神来 他不是要你孤单的生活 活在不安焦虑当中 他要把属天的平安邪乐赐给你 这是为什么有圣诞节的缘故 圣诞节讲到神的介入 神介入人的生活 神的介入要使我们脱离贫困缺乏 神的介入要使一个吵闹不安的家庭 从破碎变成幸福 神的介入讲到神的恢复 神要恢复你个人的信心 神要恢复你的家庭 恢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们得享安息 今天你的劳苦 你的重担是什么 耶稣说你来 我为你背 我要为你背 这些劳苦重担 主说我要有一个神圣的交换 在你身上 你把你的重担给我 我要把属天的平安喜乐给你 弟兄姐妹 这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 给我们一个礼物 像刚刚我们小朋友所唱的 直到他们长大以后才发现 耶稣才是最美的礼物 圣诞节就是神的介入 神要介入你的生活 因为祂爱你 祂要成为你的帮助 祂要将你从困难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或许你会问 那我应该如何可以接受 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神的介入 圣经上告诉我们 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所以当你口里承认 主我愿意 我心里相信 我接受 当你相信并且接受 耶稣祂就内住在你的里面 你千万不要觉得 那这简单 这么简单 弟兄姐妹 救恩就是免费的 就是白白的 神就是爱我们 我们人生已经够累 已经有够多的重担 神不愿意再把更大的重担 加诸在你身上 让你好像 位置要得到这个救恩 你需要做功德 你需要做这个做那个 不 神说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接受 耶稣来 祂做你的救主 祂做你最好的朋友 你就开始经历 像牧羊人 像约瑟 像玛利亚所经历的 经历神的美善 神的介入将不好的 都成为好 因为祂是一位好神 我们的神 何等美好 愿神的救恩 愿神的介入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当你经历神的介入 你将发现 人生原来是这么的美好 人生就是神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 因为在神给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太多我们 因为神的介入 我们去经历到神的作为 神的美好 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再次拍手 把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